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也问过自己同样的问题 人活着到底为了什么 后来我发现 我给自己的答案是 其实生命人生是 本身是没有意义的 所有的意义是 你自己真的赋予它 每个人赋予它不同的意义 看你怎么样活 你就赋予了它不同的意义 又有不同的人 又有不同的定义 幸福是很难去得了 追求的过程是 是 这个其实不是不能达到 说是我们去追求 是到最后我们发现 幸福也罢 爱也罢 这些东西不可定义 是不是 对于真的是 在既孩交坡里边 又可又爱的人 一杯水 一碗饭 就是幸福 那个幸福感是不可期待的 真的 就是每一个当下 根据你自己不同的境况 你会有不同的幸福的感受 不然你不可定义 包括爱啊 或者什么大家几千年 是没有给出一个完美的定义来 虽然说很多给不出定义人 那说明只能是说每个人 他就没有定义 不可定 生命的意义也是 嗯 嗯 嗯 在什么时候自己的 我觉得是 我最后我去认为 我说 既然生命是没意义的 那么我觉得每个人 会赋予它意义 自己会赋予它意义 就是老的不能动的 那一个中间这一段 做什么是最有价值的 就是我把拿我这些时间来做什么 就这么多时间 这么多精力 我就很短 那么我来做什么 追求什么 学习什么 我觉得我自己是适合我的 最幸福的 最有价值感 我就把它用来做这些东西 我就觉得那就是我的生命的意义 因为同样可每个人我觉得不可以 有的人可能说我喜欢喝酒 我一辈子就是 插在酒缸里 我一直饮酒 也吃 那酒鬼嘛 他就觉得那个生命是有益的 我可以喝到什么 我可以喝到不醉 我可以坐在酒缸里 每天喝不醉 那也只要他开心 是吧 每个人他赋予了他一生 他就是那样 大家会 最后死了可以走车他酒鬼 酒神酒仙 真的都不重要 所以有的人我就想要赌 或者是什么 或者我就想明立情 我得到一个完美的爱情 我得到一个虚名 我做皇帝做良相 或者是做医生等等 什么都可以 事业上 那可能我赚个意外赋 我像比尔盖茨 我做的爱 风生水起 或者做的达到每个顶尖的 每个人都觉得 他去追求 他认为这个是最有价值 在他一生中 所以他们就觉得 这个也是蛮有意义的 不能说他们不成功 但是我去 当我有一天看了佛学的东西的时候 佛学有句话很简单 其实每天都在说 万大带不走 唯有英国随身 就是说 你在这个世界做的任何东西 当你走的时候 你什么也带不走 但是你做的业力 你的英国 就是你造的业 跟着如影随形 然后我就开始关注 我说 关注性能带走 没 我觉得比较 潮艺了 是吧 然后我发现 我照善业能 功德福报 能带走 所以想到今天 名利清 你爱的所爱的 谁也带不走 你死的时候俩散 今天爱你爱的 死去回来的人 你死了过来 他就赶嫁了 或者就喜欢杀别人了 等等 我不是说人事无情的 是无常 太无常了 所以很多东西 我觉得 我感觉很无常 那有一些东西 是不是实实在在呢 那我生生世世世世命的 那我这么一世 这样来 假如这一世 那很偶然的 人生难得 来到人 人道也不容易 我这么偶然的 来到了人道 那在这一百年纪生 我能不能做一些 能对我生生世世 能起到作为利益的事情 所以我开始 学习佛学了 从这里边 我再受益 我觉得 就是这样 其他的并没有错 你追求任何东西 我都觉得没有错 有没有价值 有没有意义 你喜欢不喜欢 你能不能从这真的得到快乐 他说这个世界是苦海 我开始以为佛很奔光 我说他是个悲光主义者 释迦牟女孩 第一是他说 这苦海难道没乐吗 肯定有乐的是吧 一封无二是苦乐参担了 是不是不能说 这个世界就是苦海吧 那我最后看了 还说真是苦海 因为我们的乐 就是来自于我们不懂 就是很刺激 欲望 满足欲望给刺激 带来的乐 是很可悲的 但我们的刺 因为满足了一点点欲望 给刺激 带来那个乐的时候 他出了个恶性群态会上瘾 然后这就是忍悦带来 债有控制征服 然后索取 不断的变成自我 这就是自我本身就是苦的根源 所以从根源上来讲 我们是已经在不断的种下苦的根 所以我们最多会苦 就是说乐刹那就是消失了 但苦留在根子是苦的 所以是苦海 因为所有的我们的乐 不是来自于自在 是来自于欲望的满足和刺激 而这些是导致我们苦的根源 而且生老病死无常 生老病死是每个人 都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到现在 我们肯定会死亡 谁都相信这个真理 我们肯定会走 而且不知道哪一天 甚至都活不到一百岁 那这些问题我们不解决 我们坐在这儿 难道没有危机感吗 只是危机我们老了怎么办 你能不能活到老都不一定 我说句老实话 很多人恐惧是恐惧 我老了没有所没有依托 我老了怎么办 将来可能是没有生活啊什么 我怕我怎么办 但是你谁知道 但是你没有恐惧过 你可能很快就会走 可能你真的活不到老年 谁都可能 这就是人类的危机感恐惧 这些东西我们每天每刻每十度 跟我们同行啊 死亡跟我们在同行啊 你有什么可乐 这个不是说我们不能够即使行 是有什么可乐的 我想你如果是 你是个很 恰恰实家牟尼佛是最理性的 他正是一副为主 他并不是一个所悲观的 或者是他真切的看清了人类活的蒙蒙懂懂那种状态 活得麻木跟木染蒙蒙懂懂懂 死亡从生死一起走 但是从开悟者的角度生死一起走的话 生跟死是一样的 那就是个庆祝了 那就是死亡也是个庆祝了 那是对开悟者的角度 那对人的一个螺与爱惜生命 人是不相识的 所以受者想吗 想常受吗 那死亡对他永远是个恐惧 或者不死亡的东西 所以我们忌讳所死亡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